请问算命有用吗 算命到底有没有用 其实我讲个故事 如果你听懂了这个故事 你就知道算命到底有没有用了 说春秋战过时期 越王勾剑不顾大臣的反对 果断跟无果开战 最后结果是什么呢 被抓了当成了阶下球 所以勾剑正在困惑的时候 就找他身边的范李 让范李给自己算一挂 范李用一斤起挂 起出了一个大过挂 大过挂的挂词是什么呢 是动饶力有忧望 哼 结果是哼 就是哼通的意思 勾剑看了那叫个高兴啊 就觉得自己未来还是会哼通的嘛 但是范李提示他 说 哼通只是结果 动饶才是条件 你必须符合这个条件 才能达到这样的结果 那什么是动饶呢 动指的就是动粮之财 古时候盖房子的时候 那个笔直的横梁 这个横梁啊 就像勾剑的性格一样 勾剑非常刚正 甚至可以说是刚烈 但是饶又是什么意思 饶代表的是柔弱和弯曲 勾剑只具备了刚正的性格 但他不具备柔弱的那一面 不过勾剑啊 他听懂了范李的意思 于是开始握心尝胆 学会了怀柔 最终怎么样 勾剑成为了一代霸主 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问题 当他算到了自己的命运 哼通是结果的时候 但是那个过程叫动饶 过程是谁都不能替代的 所以我们看 有些人他算完了命啊 就觉得自己是个好命 然而坐享七成 那是不可能的 即便你的结果算得再好 如果中间的过程 你不好好的去把握 你是很难达到 你想要的结果的 所以咱们中国人讲什么呢 叫成事在天 但是谋尸在人 过程那是谁都不能替代的 您明白了吗